7月18日 有媒体晒出杨幂受伤后 首次现身的画面 当天杨幂现身母鸡场 身后助理跟随 这也是他受伤后 首次公开露面被记者拍到 而他的伤情也随之曝光 本身很担心的粉丝们看到伤情也是 不禁得担忧起来 更是引来无数网友的观众 画面中杨幂身穿衬衫 内搭白色露击背心 下身搭配白色短裤 绣出一双细长的眉腿 这不头头的吸睛神气吗 但是有了伤情的杨幂 大家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了 都在他的脸上 当天虽说杨幂非常的低调 但还是被媒体打了个阵招 脸上尽管戴着黑色的口罩 和超大的墨镜 但还是遮挡不住那受伤的地方 左眼下方贴着的白色纱布清晰可见 十分显眼 看起来伤痴并未完全康复 还是要用药 从纱布的位置可以看出 他受了不少苦头 而且双绿还在脸上 所以对于媒体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 要经过长期的治疗来消除疤痕 不过看上去状态还是蛮不错的 最后也祝他早日康复 希望脸上不要留下疤痕